對 你是發交通事過不順 警方拿著檢測器要酒冊 男子卻是愛理不理 翻了一個白眼 不情願放下手邊電話 一吹氣 你的酒冊子0.28廊 出發瘋瘋危險 數字會數化 如今逃逸逃不掉 就在前五分鐘 他開著白色轎車 紅燈右轉時 擦撞停紅燈的機車 卻沒有停下 反而肇事逃逸 讓受傷的騎士追了100公尺 才終於將他攬下 酒駕的部分 他可能要觸犯刑法的部分 所以說有一點心虛 所以說擦撞之後 認為騎士沒有受傷之後 然後就先離開這樣 酒冊子0.28不止酒駕 還照逃的大牌男子 原來是連結車工會理事長 只是一出事就打電話 是急著要聯絡誰嗎 議員的部分 那個本所是有接貨 那迅速的處理方式 也是就是依照正常程序 酒駕違法再爆出議員官說 知識立市場最後還是 依公共違憲罪 及肇事逃逸罪 以送法辦 記者檸檬昌成為粵菜五言 SNG小組高雄採訪報導